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次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這次跟大家說說 我們在尋找一個密階雅的好拍檔中堅 最好左腳 最近也有說過一位球員 Gabriel Magas 現在正在踢李爾發甲 有些最新的消息很大機會 我們真的簽到 儘管看看那個消息是怎樣 Express的報道 他就說曼聯可能著了綠燈 簽了Gabriel 因為李爾簽了一個替補方案 這也是經常會說的 如果他們簽了一個接班人的話 即是他們會放走這位球員 其實Gabriel之前也有很多轉會傳聞出來 甚至乎在這個停賽之前 他們已經去了愛華頓看檢 但很可惜因為這個停賽事件 和閉門作賽之後 這宗轉會被告退了 所以暫時來說 都未完成轉會 所以一天未完成轉會 大家都知道 一天還有機會 另外一個對他有興趣的球會 就是拿波里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拿波里也跟同一間球會 李爾在討論另一個前鋒球員 Victor Ossam 現在傳聞說 拿波里應該都會花不少錢 大約4500萬英鎊 就簽這位前鋒球員 那時候 亦都因為這樣 他們就未必再和李爾買這個後防球員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 進攻球員比較重要 亦都因為這樣 Express就說 Edward基本上被通知 如果你出2700萬英鎊的話 Gabriel就會轉會 這樣 這樣 說一說 李爾簽了哪個替補球員 就是 阿積斯的 防守 中場 sorry 阿積斯的中堅 Sward Bol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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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年輕的荷蘭 角角 很大機會 如果真的成功 簽了的話 就會替代了Gabriel Gabriel就可以轉會 另外還有一件事 Metro這份報紙就說 其實 他們會見到 他們引述Sky Sports 看到Gabriel的代表已經在英國 如無意外 就跟兩隊球隊聊天 其中一隊可能就是萬聯 另外一隊可能是愛華頓 即是說 愛華頓上次已經去到體驗這個步驟 但結果都簽不到 那現在呢 就停載之後 下一季的時候再考慮 那樣 所以說真的 2700萬英鎊 我相信除了萬聯之外 愛華頓都應該是 出得起的 老實說 所以 這裡就說 這位巴西球員 Gabriel的巴西球員 很快會決定怎樣做 還有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接受Telefoot訪問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樣說的 當時來說 他會不會加入阿仙奴 因為阿仙奴也傳聞過 這個球員也傳聞很多個球會 包括幾個英超球會 好像另外的 PSG也傳聞過 但Telefoot訪問的時候 之前的事 可能 我不知道 但是他還說了一句很重要 我真的很想在英超比賽 踢球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這一句 所有的英超球會 都跟他有些傳聞 不是所有的 很多 我們都是其中一間 究竟 我們是否真的會簽到他 如果你問我的話 應該是大機會的 老實說 如果大家都是出同樣的駐會費的話 我想 我想 那位球員 Gabriel 可能都會想 是否我想踢一下歐聯 因為如果你在萬聯 的話 那位是有歐聯 這件事 如果大家同樣的 出價 同樣的薪酬待遇的話 我想萬聯 真是贏 蓋華頓少少的 在這方面 但是如果 如果蓋華頓說 真的一定要簽到這位球員 再出更高的轉匯費 那就另計了 因為 Ed Woodward 大家都知道 他算了 如果太貴的話 他可能會退席 所以 暫時來說 情況就是這樣 但起碼 如果Sky Sports 說的是真的 他真的來了英國的話 那一定是在談 談成怎樣 就不知道了 因為 李二也是很想做一個 複製 賣走一些出名 賺到一千的球員 之後再找一些年輕球員 就看上來 所以 李二想賣機票 這個就沒有什麼疑問 沒有什麼懸念 但他選哪間球員會 就是我們要看的 OK 這次節目到這裡 多謝收看 拜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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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